台北国际电子展今年迈入50周年 今天举行展前记者会 抢先曝光展览亮点 主办单位表示 与台湾友好的墨西哥奇瓦瓦州州长 将出席开幕典礼 这趟来台行程也将拜会 红海等重要企业 台北国际电子展今年迈入50周年 协助台湾电子业推向高峰 受到全球瞩目 主办单位电电工会理事长李世青表示 今年特别邀请与台湾友好的墨西哥奇瓦瓦州州长来台 将进行为期七天的访问 ICT相关的 甚至半导体都能够去投资 所以这点也是他来的 希望能够多了解一下 重要的企业 包括红海等 能够跟他们的总部去做一些交流 不是只有为了台湾跟墨西哥而已 也更多的是为了台湾跟美国跟加拿大 就是他们叫做USMCA的共同市场 大家破坏一个更大的未来性 李世青指出 对和台湾全球在地化发展趋势 欧盟印度东南亚等 也是台湾产业布局的重点国家 因应国家发展重点的无人机产业 今年特别增设撞台湾无人机专区 共24家厂商参展 一方面就国内的市场 还有我们国防防卫上面的需求 那我们一定要有自主的无人机产业 那另一方面呢 国际市场海阔天空 以台湾在自动讯产业的优势 还有特别就是 就是您刚才提到的说 全世界无人机产业的去红链 就是去红色供应链的趋势之下 我相信台湾无人机业者 有很大的很大的空间 台湾电子科技半导体产业相关应用 成为国际可靠具有韧性的供应链 今年前九个月出口外销长红 对于未来的景气表现 李世青很乐观 会员企业的多相对乐观 可能到明年都跟今年 有一样的成长 AI物联网应用 低轨卫星和新创动能 也是今年展览焦点 日本台湾交流协会 也将率团参展展示最新应用 新桃利亚太电视 曾一豪李晶晶 台湾台北报导